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海绵爱生活 蚊子是我们生活很常见的 经常被它们烦得不得了 被盯得全身都是包 还有那嗡嗡嗡的叫声 真的是让人受不了 我们经常就会提出一个设想 最好地球上的蚊子都死光了最好 那么地球上的蚊子真的灭绝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科学家们就曾致力于这项事业 使用的是改变遗传方式 使蚊子不成比例的产生更多雄性后代 这样子就不会繁衍出更多的蚊子 但是有人对此提出了意义 认为这样对于地球的影响很大 首先蚊子存活了上亿年 是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 蚊子是许多鱼类 鸟类和昆虫的主要食物来源 如果蚊子灭绝了 这些动物的树木就会锐减 从而使整个食物链产生蝴蝶效应 必然会影响到整个生态圈 其次蚊子分为雄蚊子和雌蚊子 雄蚊子不会咬人 主要吸食花蜜 而且还可以传粉 如果蚊子都灭绝了 那些植物将不能完成受粉 对自然界也会产生影响 还有人认为 就算会产生一些影响 但并不是毁灭性的 它们要适应大自然 物性天责的自然规律 对此有网友就有不同的看法了 认为蚊子要是灭绝了 对人类会产生影响 首先蚊子可以控制全球人数数量 因为蚊子会吸血 所以很容易传播疾病 蚊子每年作为宿主 传播瘧疾和其他疾病 导致每年有超过5亿人受到感染 上百万人死亡 如果没有蚊子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人口就会逐步增长 到最后地球人口过剩 就会有很多人因为饥饿和战乱死亡 除去这个 如果没有蚊子 那么现在很多制造蚊箱和蚊帐等 用品的工厂就会倒闭 这样就会让很多人面临失业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是否应该消灭所有蚊子呢 欢迎留言评论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